涉嫌驾驶若佛达鲁达格进球队球员的四驱车 并被查破车上有手枪和子弹的沙里固定 今天在抵达法庭面控时 头戴亚舌帽全程低头躲避摄影镜头 被告今日被控触犯军火法令的两项控状 为被告不认罪 案件将在6月27号过堂 法官在控方要求下不准他被保释 在汽车装饰店工作的被告 5月15号在为经JDT球员杀飞杀礼的允许下 驾驶对方送到车厂改装了车子外出 结果在路上遭交警截停 才揭发涉嫌非法拥有军火和子弹